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过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诗篇第37篇 诗篇第37篇很长有40节 但是它的内容却非常直接 只谈一样的事情 就是恶人虽然有时看起来是兴旺的 他们有很好的发展 他们很有钱 他们的东西好像都顺利 但是义人却不要因此而妒忌 反而应当要专心的依靠上帝 这就是这篇诗篇给我们带出一个非常重要 而且我相信是非常合时宜的信心 对不起妹 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的感受 有些时候当我们看见恶人 或者是行不公不义的人 或者是外表看起来好像很属灵很好 但是背面里却有很多小动作 确实做进很多politics 做很多维非圣经的一些的事情的人 他们好像却很平稳的过他们的生活 他们好像平步清云 那个官位越做越大 生意越做越大 或者是钱财越来越多 人好像还是很喜欢他们 因此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感到 愤愤不平 因此这一段的诗篇一开始就说 不要为作恶的而心怀不平 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 这是我们常常可能会有的一种情感 我们想要揭发他 我们想要去控诉他 我们想要上Facebook立名的 来写一些的post 来去揭开真相 那我们想要在一些的场合 让他失去面子 或者我们说 既然他也能够用这种 不光彩的方法来成功 那我为何要坚持公义 这种的思想有些时候就会出来 当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人事 我们面对自己这样子的思想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回头看看这一篇的诗篇 因为这篇的诗篇告诉我们 这一些的恶人 有一天他们将会归于无有的世界 他说还有片时 不要等很久 我们很多时候是等不及 我们说为什么他们能够昌盛那么久 但是诗篇就告诉我们 还有片时 还有不久 恶人要归于无有 那么他的工作 他所建立的东西都要失去 那后面的经文 其实也是这样子来去表达的 恶人要灭亡第二十节 耶和华的仇敌要好像羊羊的脂油要消灭 好像那个油啊 fat在火烧的时候就没有了 后来就蒸发了或者就溶掉了就没有了 他们要消灭如同烟消灭一样等等 那如果我们不要效法恶人 不要去看他们好 那我们就想要去妒忌他们 想要去模仿他们 如果不要效法他们他们只不过转眼就过去 他们所建立的都不会长久 那么我们要效法谁呢 经文立刻就说到第三节 他说你当依靠耶和华而行善 住在地上 以他的信实为粮食 又要以耶和华为喜乐 他会把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对象姐妹不要求像恶人这样 你心里面需要的平安 你心里面需要的资源 能够过生活 能够甚至过得更好一点点的生活 对象姐妹这些东西可以向上帝求 不用用恶人的方法 你希望你的工作能够顺利 不用用恶人的搞politics的方法 压住别人 把别人贬低然后爬上来 我们可以依靠上帝 用自己的实力 依靠上帝 求上帝给我们给予 给我们遇见博热 博热就是那种能够提拔我们的人 能够有信心宽阔的上司或者老板 能够提拔我们 我们向神求 上帝说他会把心里面所求的 来赐给我们 在下面的第五节说 当凡事交托 耶和华依靠他 他必成全 而上帝要成全的 第六节说 要使你的公义如光发出 使你的公平明如正乎 上帝要让你的所得到的 是在公义的光中得到 不是偷偷摸摸 不是从黑暗的管道来去得到这一切 所以 恶人看起来好像很丰富 快在我们所提的经文 但是片时将归于无有 但是下面的经文是一节 谦卑人要承受地土 以丰盛的平安为喜乐 犹太人的地土土地的观念是长久的 所以他们在承受产业的时候 这个产业不能够从富家的名字当中被除掉 对吧 要一代一代的传下去 土地其实是象征长久 甚至象征永昂 所以恶人骗死就过去 但是一人要承受土地 他在我们提到第二十节 恶人却要灭亡 这个讲却要灭亡 他上面讲什么呢 上面讲说 十八节 耶和华知道完全人的日子 他们的产业要存到永远 看到没有 存到永远 产业存到永远 他们极难的时候 不至于羞愧 在饥荒的日子 必得保足 然后接下来他就说 恶人要灭亡 第二节目 不要妒忌恶人 让我们专心地仰赖上帝 上帝是公义的 上帝知道什么东西对我们最好 祂要我们享受的福乐 是以祂为福乐 祂要我们享受的祝福 是在公义光明当中所承受的福气 感谢赞美主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感谢祢 在祢的恩典中 我们能够经历丰盛 在祢的恩典中 我们经历不缺乏 谢谢祢的供应 帮助我们专心地仰赖祢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祢的恩典中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美与